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陈述句改为起始句的方法 陈述句包括肯定陈述句和否定陈述句 如果是肯定我们就去掉主语 这里的主语包括主语和情态动词 留有动词原型就是起始句 如果是否定陈述句的话 去掉主语去掉情态动词 去掉not改为don't加上动词原型 一定是动词原型 我们来开题 You may come at sea 你可以进来看看 好这是一个肯定的句子 我们去掉主语去掉情态动词 留动词原型 那么这个起始句就是come and see 第二题 You must not sleep in class 你不可以在课堂上睡觉 这是一个否定的句子 否定的句子我们说去掉主语 去掉情态动词 去掉not留动词原型 留动词原型 接着给他前面改为don't 不要干什么事情 不要干什么呢 don't sleep 不要睡觉 在课堂上 这就是一个否定的起始句 你学会了吗